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发现故障问题 请立刻联系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修理 或者替换成备用的安检门 避免游客及员工离开时身上携带未干枯的职务组织的状况发生 第四 每一个园区都有两个保安亭 每个保安亭必须有一组三名员工值班 一人留守保安亭 两人巡逻 巡逻安排由三人自行商量 工作的时候必须打开保安亭的灯 如果工作人员全部离开保安亭 必须关闭保安亭的灯 所有的保安亭的电灯的电费均由职务员原方承担 第五 任何的工作人员被游客告知 关于花鸟馆外出现金鸟的信息的时候 请尽快前往金鸟出现的地点 并在金鸟所在的位置附近丢下一块红色的变迁条 金鸟飞走之后便可以离开返回工作的岗位 任何的工作人员被游客告知关于闪鸟蛇出现的信息的时候 可以选择前往出现地点查看 确认闪鸟蛇已经不在该地点即可 此外 任何的工作人员被游客告知关于红色金鸟蛇出现的消息的时候 立刻前往出现的地点 并在手不接触的情况下将出现在该地点的死鱼回收 然后立刻送往官业园马场 第六 如果在任意的园区透过树林竹林的缝隙间看到了奇怪的雨 无事即可 但如果员工需要进到树林或竹林深处 请手握红色变迁条进入 直到返回道路上前都不要松开 第七 如果有看到红色的门 请贴上红色的变迁条 并守着门十分钟 确保期间不会有人擅自打开红色的门 第八 通往观景台下方的音乐台的台阶 必须穿过蒸汽植物馆才能到达 且设有铁丝网阻隔 只有在清扫的时候打开 如果在谷口远关区的观景台附近 看到其他通往下方的台阶 请往台阶和台阶扶手上各贴至少五张红色变迁条 然后远离台阶 如果上面已经贴过了 请确保台阶和扶手各贴完五张 缺少几张补几张 第九 观页园鼓柳前的线箱是免费提供的 但线箱数量有限 需要随时补充 因此所有员工都有去查看装线箱箱子的义务 发现数量少于箱子垂直高度的三分之一的时候 立刻用无线对讲机呼叫花脸馆的员工送新的线箱过来 并且负责在新线箱送来之前 限制游客对线箱的用量 第十 秉承着人道主义 本员禁止加班 工作时间结束的时候 员工通道的门也会像大门一样关闭锁死 因此所有的工作人员 必须在工作时间结束前离开植物园 第十一 如果没能在规定时间内离开 请前往化疗馆过夜 那里有客房可以工人休息 第十二 工作期间 记得写员工日志 至少写一句话 在工作时间结束前 放进员工室的办公柜里 那么 助理在这儿工作顺利 我是鬼爵 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